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日星期五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回馈 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后 她的血压仍然偏高 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 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有没有那么好,自己有点怀疑 有一次计算是一百三十几 有一次是一百二十几 上高是一百二十几 直接漂亮到不得了,一百二十几和七十几 不过我说是否过机,都不信了 我说是否那些事,还是过机,不知道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这么漂亮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我们首先在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29号 新西兰总理劳克森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劳克森表示新西兰政府明确指出 这是针对哈马斯的境外恐怖组织行为 新西兰政府将和哈马斯进行财产或者金融交易 或者提供物资支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这个决定也冻结了哈马斯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 请听报道 劳克森表示,新西兰政府明确指出 这是针对哈马斯的境外恐怖组织行为 新西兰政府将和哈马斯进行财产或金融交易 或提供物资支持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这个决定也冻结了哈马斯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 另外,据《华尔加日报》在29日报道 新瓦尔向哈马斯高级官员传达了信息 以及她的真正目标 新瓦尔向卡塔尔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发出了一条信息 其中写道 别担心加沙的大量平民伤亡 将迫使以色列结束战争 她的目标是在战争结束时冲出地堡 并宣布历史性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是 在29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 自10月以来 以色列杀害了2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 对一直支持以色列剿灭哈马斯 三次在联合国阻止停火的美国来说 奥斯丁的这个表态很不尋常 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是否能在下星期停火 现在还充满变数 日前哈马斯领袖表示 对于停火谈判 他们保持弹性空间 但已经有继续作战的准备 以色列亦再度放出消息 如果3月10日 齋戒月前没有释放人质 他们就会强攻拉法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29日 视察了南加沙的乙军 要求加快准备进攻拉法 并指出 随着地道网络被一个一个摧毁 哈马斯武装越来越少能使用地道 以军需要准备更多地面战斗 澳洲独立智库近日指出 金门成为了中共对付台湾的战略实验室 中共正在发出一个信息 即是不再尊重台湾的海域疆界或领空疆界 美国陆军正在大幅削减几千个崗位 进行重大改造 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根据New Space Lab全球火箭发射时刻表资讯显示 四川省西将卫星发射中心29日晚 将会进行一次卫星发射活动 长征3号月火箭将会搭载卫星星空 可能搭载北斗3号卫星 有中国网友在微博曝光火箭发射后的飞行轨迹 可能直接穿越台湾本岛上空 外界认为这是继大陆渔船 越界到金门捕鱼之后的有一宗挑衅事件 15号两名中国渔民在被台湾海警追捕后 在金门群岛外海大约一海里处挤水身亡 中共国台办28号声称 台湾在金门快艇翻覆事件上隐瞒 杀方误导等 中文民国行政院陆委会博斥说 中共的指控是抹黑 歪曲事实 呼吁中共尊重台湾司法体制 布鲁塞尔巴黎的独立欧洲舆论智库 莫尔研究所指出 中共一向声称对所有台湾领土拥有法律上的管载权 但几十年来它很少应用它 登船事件的举动 也都标志着事实上的原则的改变 因为中国现在打算行驶 它认为是拦截和检查台湾船只的完全合法权利 北京将会鼓励中国渔船在那里部署 中共通过宣布从现在起 打算在台湾控制的海洋地理区域进行执法活动 中共发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信息 就是它不再尊重台湾的领海边界或领空边界 中共可能会利用它声称的管载权 来破坏台湾对金门群岛和马祖群岛的控制 这些群岛是台湾战略军事前售基地 是北京的优势目标 作为中共国和台湾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前奏曲 未来可能会看到中共海岸警卫队的存在逐渐增加 而且特别是渔船可能会挑战 破坏或者中断台湾对这些倒序的补给 削弱台湾在海上和空中巡逻 以应对中共入侵的能力 为此台湾应该考虑 在海上和空中安全 以及领土安全方面积极合作的新形式 以应对这个挑战 日本应该小心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演习 因为继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金门和马祖之后 钓鱼台可能是中共的下一个活跃目标 这个假设可能会显著改变太平洋第一岛年的力量平衡 并使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面临考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崇田康博表示 中共如果发动台海战争 美日势必捡入 成本和代价非常大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近日受访时表示 中共国想成为并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 而美国人不愿意此事发生 不想生活在中方主导的世界当中 美国和日本正在九州和沖城地区 进行帖拳24年度联合演习 从25日预计持续到3月17日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尊燕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接近东中国海的日本领土 举行演习当然是具有客了中共蠢动 以及训练紧急应助的效果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作理教授 陈又华表示 如果台海战争真的爆发的话 美日和台湾一起合作 可以将中国的海军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 或者甚至是破坏中国的两栖登陆行动 这是日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近日美国五角大厦正在改变战略 准备一场大战 美国陆军正在紧急重组 并摆脱小型行动 安全部队正在全力为即将到来的 大规模战争做准备 美联社报道说 美军正在将其部队的规模 削减大约24,000人 即近5% 并进行重组 以便更好地打下一场重大战争 因为军队正出现招募短缺 无法引入足够的士兵 来填补所有工作崗位 与此同时 该计划将会增加大约7,500名部队 参与其他关键任务 包括防空和反无人机部队 以及世界各地的5个新特显队 这些特显队增强了网络 情报和远程打击能力 俄国总统普京2月29日发布国情之文演讲 期间警告西方国家核战爆发的威胁 他声称俄国拥有可以击中领土上空目标的武器 在此之前 国际社会传出北约派兵到户克兰的传言 这个想法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 但被美英等北约盟国证实 并不属杀 同时 几乎欢迎关于北约派兵的建议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因毛指出 普京29日的国情之文 首先针对是即将到来的3月中旬俄罗斯总统选举 这个比较像一个他对于应对国际情势的政见发表 其次就是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 日前提出的不排除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战场的讲法 这个部分对普京来讲无法忍受 因此 他国情之文比较多的篇幅都是在应对这个讲法 对普京来讲 西方是傲慢而且好战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内政问题 普京在日前接受美国的塔克卡尔森的访问已经提到了 西方不断地援助乌克兰等于干预内政 一再地重申其所谓的核威胁 目前美国政党内部意见冲突 暂緩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反而我们看到了 欧洲各国其实是不断地在提升对乌克兰的各种援助 普京在此时 在国情之文里面对欧洲发出警告 这些威嚇夹大的核武 其实就是向俄罗斯人民表示 只有我普京能够捍卫俄罗斯 能够令俄罗斯免于被国际社会所干预欺凌 选我才能够令俄罗斯继续伟大 普京当局此前已经多次利用核威胁 来试图避免令西方国家介入战争 上星期普京搭乘一款可载核的 TU-160M战略轟炸机 从莫斯科尔东的核山飞机製造厂出发 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飞行 它的举动亦被认为是 试图在选举前展示其实力 金门近海快艇翻船事件后 美国不断发出警告台岛周围都是共军舰机 而中共国防部29日却回应说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不单在台海 近日还发现50艘中共船隻包围南海水域 同时欧洲议会推出重磅法案大踩北京红线 请多报道 今下翻船事件争端持续 目前两岸未能达成共性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沈百扬在脸书上 5点大破中共阴谋快艇事件 沈百扬指出2月14日中共否定三毛 是标准舆论战 也就是製造前提否定事实 2月17日中共借此又否定台湾主权 这是法律战第一步 也就是限缩你的权力 2月18日中共开始常态性执法 法律战第二步就是扩张执法权力 2月18日王毅发言定调反对台独 2月20日到24日舆论战第二次 开始造假对话图 放假影片 同学者政治人物一齐开始应和抹黑期 第三步 被中共的扩张执法 变成被承认的法律事实 协调不成功 就会走地方路线 第四步 如果协调成功 就加码进一步 再扩张法律管核权框架 第五步 根据新的舆论战 中共再度制定新框架 在28日 欧洲议会分别以62%和65%得票数 通过欧盟共同外交企安全政策 及共同安全企防御政策 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 关注台湾地位和台海情勢 报告决议案指出 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 中共对台湾的领土主张并无国际法基础 并只有台湾民选政府 可以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 欧洲议会通过报告 谴责中共试图以武力 片面改变台海和平和稳定现状 有学者认为 这显示欧洲议会 支持蔡英文政府四个坚持中的内涵 台湾问题不被视为中国内政 这比中共的重磅一惊 既不单止在台海 美国《新闻周刊》在28日报道 在菲律宾南海水域发现了50艘中共船 面对中共迅速的台海和南海的挑衅升级 印度日前组织了 建国以来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 《米兰2024》 印度在演习中总共邀请了58个国家 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军演 立场对立的美国和俄罗斯 都参与了演习 唯独没有中共 即使中共政府一再鼓吹经济向好 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仍然陷入死循环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民众正在以空前的速度 用人民币兑换美元 具体原因仍然不明朗 有人认为 可能是人民币贬值赶上了平民运出国的潮流 也有中共高官因为担心外国制裁 急于套现外币的可能 直至3月1日上午 美元人民币会拿接近1美元兑换7.2人民币 其跌幅仍然没有显著的衰退趋势 当日的报道也指出 在2024年1月 中国人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创下历史新高 也是在最近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传出处于美国二级制裁风险之下的消息 原因是这些银行和俄国金融存在潜在交易 目前为止 三家银行急煞车 宣布停止和俄国金融机构的来往 彭博社认为 这个反映出北京当局对美国制裁的忌惮 也是在同时 关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坏消息在网上封存 不单是人民币对美元拼命贬值造成的威胁 外界也聚焦中共政府难以彼補的债务危机 X平台帐号老曼表示 根据Windows数据 1月份的中国承投债发行率 创近半年来最高 达到了3年前承投债最旺盛时期的发行水平 当局在1月份发债4763亿元人民币 不过,这些其中的4693亿都融向上环救债 借新环救率达到98.5% 而且3年前只有5成左右 无法相提并论 他警告说 一年前地方政府借的短期承投债 现在纷纷到期,必须借新债上环 债务滚绝球模式已经走到了微星 老曼写道 再这样下去,只能打破现在使用的 以债为矛的印钞机制 无矛印钞,政府借债不用还 接下来会发生,那就拭目以待了 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样波及香港地区 甚至威胁到其以捺的房地产市场的存亡 3月1日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撤销所有印花税 意味着撤销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 外界指出 此举只在刺激中国购房者前往香港买房 在此之前,非香港永久居民买房要交百分之三十的税 此政策已成为历史 公开数据显示 目前香港房价已几乎跌到7年前的价格 楼盘价格腰斩现象比比街市 有财经公众号认为,此举动颁布后 最受伤的将会是中国深圳 香港可说是准备将最后 对香港有兴趣的非港人购房者都吸引过去 以挽救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而且香港出了这一招 鄰近的广州和深圳正在面临一场波及 而且在经济问题曾出不穷之際 中共政府忙于面子工程两会 有当地人士指出,为了其会议召开 北京主城区内正在清理大约60万外来人口 搞得民不聊生 北京等地的異议人士和维权人士 亦被当局要求强制旅游或问洛 美国之音报道说,除了北京之外 上海、成都、湖南等地 亦都成了中共维稳的重灾区 有上海的访问维权人士 被当局截止上访后 部分被送到远离市中心的长兴岛 宋明岛囚禁 目前中共公安警察正在加班加点工作 目的只是为镇压人民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感谢观看 在吉祥说,现在对比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